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各位观众好 李教授也是 我看是唯一的 在台湾 清华 中东大学 台兴交三个大学担任讲座教授 表示他学术敌尾非常崇高 我们今天来谈 启蒙运动 请大家来看我这个节目的主题 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 他的基底就是人文素养 公民能文主义 正如我这个节目 我们主调推动 台湾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就是重视 人的精神个体 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今天谈启蒙运动 宏盛教授非常非常认真准备 他会给大家利用短短 一小时 来分析说 什么叫启蒙运动 宏盛教授 有一个世界级的 大师 叫做Peter Gay 他已经过往了 Peter Gay 中文翻作 彼得盖伊 彼得盖伊 Peter Gay 他就是启蒙运动的大师 宏盛教授在耶鲁大学的时候 受教于 Peter Gay 这彼得盖伊先生 可以说是世界级第一流的 谈启蒙运动的一个大师 所以我们就邀请他的敌传弟子宏盛老师 来 这里破敌 启蒙运动 请 非常感谢 那么谢谢你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谈论 关于启蒙运动这个课题 那么我也运气很好 就是说上过这个Peter Gay 彼得盖伊 他的课 这是可以说是人生里头 一种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启蒙 为什么要叫启蒙 那么是谁把它定名为启蒙的呢 其实是一个法国的思想家 这个人本来是数学家 叫Dalenbert 没有关系 不记得这个名字并不重要 但是他第一个提出说 我们是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然后就是因为康德写了一篇 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做什么是启蒙 那么这篇文章影响了 这个以后两三百年 我们大家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特地把这个启蒙运动拿来谈 大概他应该说是从1650年左右 到1789或者说1800年 我讲1789大概有很多人都会知道 那就是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年代 那么法国大革命的年代 你可以讲说是他们真的把这个启蒙的思想 想要把它推动 那么来作为这个生活和世界的一切的这个指标 那么之后法国大革命一直影响之后的一百多年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定在1789或者是1800 1650到1789 那么这个是启蒙时代 那启蒙时代最早的这个电机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名字 他们事实上我不讲了 我觉得他这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叫做培根 那就不用我讲 大家都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迪卡尔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即使不知道这个迪卡尔的名字 也一定听说过 我思故我在 那么他们写了重要的两本书 之后我们就说影响了 这个差不多有150年 这150年是我们所说的启蒙的时代 你看启蒙的时代呢 我特地选这张图 我觉得非常的好 你看书已经是很好的宝贝 是给我们知识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呢 有的书还比其他书更重要 那我们拿那本书的时候 一打开来 就光亮起来了 我们就清楚了 就好像康德他所说的 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 不成熟这个昏暗的状态里头 解脱出来 就有了光亮了 那么他就说呢 从此人们就知道 要有勇气来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启蒙说需要的不是别的 就是自由 那么也就是说 应该在一切事物上面 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说 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那就是说在一切的事物上面 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 这个就是我想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解释 好谢谢红旗教授 观伙朋友您会奇怪 这是真论节目还是民事台湾学堂的真论节目 真论节目 邱吉尔所向说 观念的君主就是未来的君主 真论节目理应探讨 国家认同底蕴的这些 人文素养以及观念 我们把观念正确价值信仰才能往前行 我非常佩服李洪基教授 在今年10月31号 你们记得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 我们今天谈启蒙运动 我们下一讲谈文艺复兴 如果你了解人类文明历史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 你才知道 什么是一个现代的文明法制公民 我自己最早读读 黑格尔也是一位哲学家 他读完这个 法国大散文家哲学家蒙田文选以后 他说 就好像在一个封闭的房间 把窗帘打开让阳光进来 他说他叫Inlight 启蒙 没有错吧 把窗帘打开让阳光空气水进来 叫启蒙 跟你刚刚讲那个亮晶晶的书 道理一样的 来 老师听 的确是 所以刚刚我们讲了 就是要能够追求思想的自由 那么自由是身家安全 真正的保障 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都看到 你看刚刚这个鸟笼里头 能够从那里头飞出来 那是多么的好 或者是说这个枷锁 我们能够把它打破 这个是好 还有不公平 有钱的住在高楼大厦 那么好 然后穷人在这个河边 这个泥难的地方 要住 这个不公平 我们把它打破 来创造经济的自由 那么甚至于在进一步说 罗斯福就讲到说 有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 比如说 就是说我们言论要有自由 那么我们要能够有宗教的自由 然后我要免于饥饿的自由 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所以自由是一个西方人 非常重视的观念 那我们就在这里来提倡 就是说这种自由的观念 因为它是从启蒙运动时代开始的 启蒙运动的时代的人 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 那就是他们追求能够 从这个宗教的枷锁里头 解脱出来 那么他们认为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要能够思考 用我们的理性 来思考 从前就是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世界 好的世界也完全是依赖上帝 他说呢 他说是的 这当然没有错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有责任 所以自由跟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你看我们现在有各样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正义 我比如说我们这个要 关于什么是人 我们要有感情 这些东西 我们要能够自己做决定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这是启蒙运动时代 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那么理性 如果说你来问我 哪一个字是启蒙时代 最重要的字 那就是理性 那我们就是从这里来开始讲 那么好 你要用理性来了解这个宇宙 又最简单的比喻就是说宇宙就好像这么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精确的叫做天文钟 这个钟是在法国东边很接近德国的地方 叫做史特拉斯堡 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到法国去的话 到了史特拉斯堡那里风景秀丽 那里的人情非常的纯厚 同时不要忘记去看这个天文钟 这个天文钟是当时候世界上面 在那个时候世界上面最精细的最好的一个钟 他能够告诉我每一天 这个现在是几点钟 现在我的月亮的地方在哪里 太阳的地方在哪一个角度 然后五个星辰行星 他们各自的位置在哪里 这么精密的钟是当时候人类所能创造出来最好的机器 那么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说 上帝就好像创造这个精密的钟一样 我们有责任按照这个钟来规划我们的生活 来对不对 追求一个像这样的美好的一个钟的这个宇宙 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对宗教的这个看法 那我先讲到这里 再继续可以谈一下他们对这个好的社会是怎样思考 刚才红旗教授提到特拉斯堡 我马上想到一个三个世纪可以说 最伟大人物之一的史莱泽医师 他就来自特拉斯堡 他也是在这个教堂 谈他的巴哈管风琴 他留下他的最珍贵的信仰之中 就是尊重生命 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我们的观众朋友每天看都谈争论节目 但是我要回到我们的主题 再三强调国家认同 请看国家认同是建构于公民人文主义 公民人文主义如果依照整个欧洲或美国的政策或思想史 建立三个基础 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甚至这三个运动是同时并进的 我让大家看一本书也是我刚提到的彼得盖伊所写的 威马文化 威马文化 可以说是在19230年代 欧洲 你看 一则短暂而灿烂的文化传奇 你所能知道的汤姆斯班 里尔克 康定斯基 田立克 爱因斯坦 这个寻白克 克里姆班亚明 等等 你看 我很真诚的希望 我们推动了台湾文艺复兴 就像威马文化一样 有强烈的威马 虽然后来有纳粹的逆流 但是今天的德国的文明法治 就建立在这个威马文化 建立在国家认同 建立在价值信仰上 我要再三强调这一点 来 洪云老师请你继续 的确 威马文化 这个在当时候对德国的贡献是在太大了 彼得盖伊伊他本人呢 当然这个来不及看到这个威马文化 因为他是差不多三零年代末期 三零年代中期才出生的 可是呢 他写的这本书呢 就是因为他感 就是有感于这个威马文化 居然没有办法 在这个比较保守的德国的文化里头呢 产生真正的影响 而且后来还被摧残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个说 我是一个外边的人来看 他里边的文化 我要请教老师 外面 内面 这些人本来都是外面 圈外人最后变成圈内人 甚至他们形容 是在火山口跳舞 这很适用台湾社会 台湾社会需要一群圈外人 来进入体制变圈内人 当然也许在火山口跳舞 或者在几天前 那个刚卸任的夜门中 他是在毒蛇头跳舞 这个比喻都一样的 换句话说 我们都在民主跟独裁 自由跟垄断 霸凌之间做选择的 来 请你继续 圈外人 圈人的理论 来请你继续 对 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就是这个 他的威马文化呢 如果不客气地讲 其实也是从外头 带进来的 然后带进了许多的 当时候所谓的外边的人 但是外边的人 对他们产生了很重要的贡献 他的基本的精神 使得他能够在那一段时间 发生这样璀璨的文化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讲究宽容 这个我想是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宽容 就启蒙时代的人的看法里头 乃是建构一个完美的社会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讲到说建造一个完美的社会 或者是政治结构 那么启蒙运动时代 大概我们可以提出两个人 有很多人 后来我们还要讲别人 不过当时候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就是孟德斯鳩 那么我想所有听众都听过 这个孟德斯鳩 那孟德斯鳩呢 他就主张宗教要宽容 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他必须要能学得宽容 不要以自己所相信的 这个比如说圣经的教训 用他自己的解释方法 来批判别人家 这个在孟德斯鳩就提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他是说呢 当时候有各个不同的体制 比如说有共和的体制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民主 还有君主制度 还有专制的制度 那这些东西呢 孟德斯鳩都说 当然都各有问题 不能完全都是这个实权实美 那么呢 他就认为说 最重要的是这个政体 能够保障自由和宽容 他是美国建国里头 最常被引用的一个思想家之一 这个是孟德斯鳩 所以呢 这个孟德斯鳩 这种看法呢 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认为继续再讲 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卢梭 这个看卢梭这点 我特意选了这个 你看 孟德斯鳩最有名的书 叫做法义 法义 就是法律的精神 这里这两个字 大概有些人会看起来很难 这两个字就是法义 最早翻译成为中 这种严妇先生翻译 严妇翻译 对对对 严妇还是 后来当然严妇还有后人 跟我们很有关系 忽言卓云 对对对 那么他还是北京大学的 第一任校长 现在就是摩登时代的这个 那么他的这个书 这个法律的精神 翻译成这么多不同的这个 这个语言 光是中文就有好几本 所以可见他的影响有多大 那么这个法义的书呢 就是他充分表达 他对法这个政府结构的 这个重要的著作 那么呢 另外一个人也很重要 他就是写民约论的这个卢梭 卢梭的影响也很大 他也是非常重视民族 但是他民主 但是他这个看法 跟蒙德斯就有些不同 那我现在不去仔细去谈 这些不同了 不过最重要的 他也是感觉到说 民主乃是必须要建构在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上面 就大家能够有共同的意志 所谓普遍的意志 或者是 那么这个普遍的意志 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彼此互相容忍 而且呢 不必要追求什么大国家大政府 而是说我们这个 每一个人都懂得自治 那我们大家生活在一个 小小的圈子里头 但是呢 我们是有一种 共同体的想法 然后我们只要见到面 就知道说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什么 每一个人都互相认识 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社会呢 乃是真正民主能够实施的这个基础 那么这个是卢梭 我觉得他的看法呢 虽然跟孟德斯就有点不同 可是呢 都是在强调 建立在宽容跟民主的制度上面的社会 那么这样的社会才谈得上 所谓的民主好的社会 这里呢 给各位看两张图 一个是 这个拍的呢 应该是纽约市 好 哇 你看这个大楼 结比零次 这么多的这个高楼大厦 这个人跟人呢 不只是说 从这个大楼到那个大楼不认识 就是这楼的楼上楼下 也都不认识 甚至于隔壁是谁都不认识 那我们怎样来 在这样的制度上面建立一个 在这样的这个社会里头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孟德斯就说 所以我们要法律 要有法律 然后呢 我们这个法律呢 它的基础就是怎么样 利用法律来超 来这个维持 各个政体 各个这个政府的机构之间的 互相的制衡 这个呢 就是孟德斯就所想的社会 那你看下面这个 是卢梭所想的社会 他所想的就是 哎呀 这么一个安详的 宁静的 像农村一般那样的社会 虽然好像 对不对 好像很简单 可是事实上呢 他真正能够表达出来的 就是所谓的共同的意志 他真正能够表达出来的 就是所谓的共同的意志 因为他们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你看民主在他们的思想里头 占有多大的这个位置 好 观众朋友 前一两天我谈 促进转型争议条例 四个框架立法通过 昨天我谈 公民投票法的通过 我不卷入那个细节的争论 我也不卷入蓝绿互动的尼老 我今天请李鸿基教授来谈 在这些争论底端的 最基本的人文素养 你就知道我用意了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我们的观众 最需要吸纳的价值信仰的养分 我在下一讲会邀请 李鸿基教授来谈文艺复兴 我也邀请林正宏教授 也是台大职业系的退休教授 加上中研院的潘光泽教授 他是胡适纪念馆的馆长 请他来介绍 胡适之的自由民主思想 我希望我们的政论界的朋友 欢迎跟进 这才是政论的正统 提供正确的价值信仰 然后我在引用 这是来自这个近代历史知误 Leopold von Rink 赫赫有名 他说历史研究与评论者的职责 只有牧师的工作 可以与之相提评论 这两项工作都必须认真对待 以及处理滚滚红尘中的文艺事 何止 历史教授或牧师神户 政治工作者 企业家 毅然 我们大家互相勉励 我们继续请洪奇教授来开授 来 请 对 那么非常谢谢 这个你跟我的父亲 都是当牧师 你跟我都是历史学家 所以我们这个 就真的好像体现了 兰克的这个重要的这个 对不对 理想 有一次有一个德国的 这个历史学家 他就问我说 父亲做什么的 那么我就说 家父是当牧师 他说 因为德国人非常 这个传统来说 非常尊敬 梅克尔总理的父亲 父亲就是 信义中的牧师 对 信义中的牧师 你们记得 这个10月31号 在德国所举行的 威登堡的500周年的 宗教改革建议 梅克尔总理去讲话 做在第一 全体起立鼓掌 这就对了 对 所以当牧师的女儿 都已经这样子了 那当牧师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后来他又问我说 那母亲做什么的 我说我母亲在中学教音乐 那他听了以后说 这个简直把我们德国人 所想的这个最重要的理想 全部都体现了 爸爸牧师 妈妈音乐老师 对对对 这个对德国人来说 是不是 然后一个是什么 这个马丁路德 一个是贝多芬 或者巴哈 对不对 马丁路德还自己作曲 对自己作曲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一个好的政府 究竟它本职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一个好的政府 我们为什么要它呢 因为 它的责任就是在保障我们的财产 这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 这个是谁讲的呢 是洛克 洛克是在这个苏格兰的地方 成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他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候 那么宪法最常被引用的这个思想家 他说呢 什么叫财产 财产呢不只是说 比如说你的土地了 你的房子了 它还包括你的身体 哇 这个思想 然后还有你的头脑 你的言论跟思想 他说身体 言论 和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私有财产 你的房子了 你的田地了 这三样东西 就是你的财产 这不正是 结合性所转述的 独立声音里面 最重要的三大内涵吗 不是吗 现在美国 对对对 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 对 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 你看这个洛克 那么所以呢 他说政府的责任 不外就在意 维护人们的 保护人们的财产 这个是当时候 他们的思想 那么他影响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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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独立 然后当然 美国的思想 也影响了全世界 那么这个就是洛克的这个思想 洛克呢 其实他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书呢 叫做《论政府》第二书 这里正好没有中文的 有这个 政府论的次讲 政府论的次讲 这个是也翻译成中文 不过很可惜了 我这个几年前 也不是太久以前 在中国 那么跟他们 有一些大学教授谈 那我说洛克 他所讲的这个 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要保护 然后在这一本书 叫做《论政府》第二书 结果在座都没有人听过 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最近中国政府把北京的 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移走 不正是违反洛克的精神吗 财产 私有财产 人生有财产 因为马克思就说 什么财产都是国家的 都是社会的 不是个人的 所以马克思就是要反对洛克 那么但是洛克才是我们真正 所谓民主国家 自由国家 所最尊重的这个人 事实上现在你在民主的国家 在西方国家尤其 所有的这个你自己的田产 政府完全没有权利 可以任意去征收 要征收要经过非常 这个复杂的过程 那么如果最后 你作为一个地主 或者是这个 这个拥有你这种房子 你不肯放弃的话 原理上面政府 就必是不能强迫的 这个就是来自洛克 所以非常重要 刚才我在我们的 摄影棚外面跟 宏奇教授战士聊天的时候 他问我说 我们谈这些基本原理 有观众会看吗 或者有人听懂吗 我跟宏奇教授报告 绝对听得懂 而且非常喜欢看 而且看了很多次 我们社会需要这种素材 我强调 政论节目 就是要提供这些养分 素材 基本的价值信仰 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然 我对不起观众朋友 请老师继续讲 是 你看嘛 我们现在过去这几年 不是常常发生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所谓的政府 就要征收你的土地 尤其我们知道 比如说在什么 将药房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个问题 这产生很明显的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 如果在西方 那不可以随便政府 要征收你的土地 就征收的 那我们的年轻人 受到这样的影响 现在都读书就这样读 可是他并不知道 这些观念从何而来 我要送给蔡总统跟赖院长 人民的身体安全 言论自由 私有财产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架势 我想我们永远要不断地 对执政者 不管哪个执政者 我们要不断提出这种呼应 这正是一个历史学者 政治思想家 所以应该提供了 来 老师你提供下一个 更重要 福尔泰 对 那么 好 那一个政府 跟另外一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很简单讲一句话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 叫格老修斯 格老修斯在17世纪 正好在启蒙运动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思考 所谓国跟国之间的国际法的 这许多的观念 国际法的观念 以及主权的观念 我们都知道组成国家有四个要素 大家都知道人民土地 那么这个政府 然后主权 主权非常重要 你想想看 那时候他们就开始 有了这个主权的观念 要如何保护主权 同时主权跟主权之间 应该如何调适 这些东西当时候就开始 产生了这许多重要的思考 那么这许多重要的想法 这许多重要的思考 都建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上面 那个信念叫做宽容 那么最能够体现宽容的精神 那么这个让人们觉得说 他怎么样子讲的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 那个人叫做福尔泰 我讲福尔泰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听众 都以这个观众 都一定听过他的名字 福尔泰这个人 他是上至帝王 下至泛夫走卒 他都能够交朋友 他一辈子留下来的信 将近三万封 每天都在回答人家的信 而且他能够跟俄罗斯的 凯撒连女皇能够 对当面对谈 对 那么法国的 他当然法国的院士 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后来这个 这个也去当德国的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那种 没有国家约束的 这个普世性的 这个互相容忍的概念 那么他讲过 虽然他提 他就想说 基督教过去 有很多不够能容忍的 他必须要加以批评 我们要支持容忍 然后他相信 这个自然里头 有这个规律 那这个规律是谁创造出来 就是那个上帝 那么这个上帝 他创造规律 至于如何把这个规律 好好的实现 这个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和责任 所以那个上帝叫做自然神 自然神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宇宙 乃是依靠合乎理性的自然的法则而运行 所以我们要努力研究 用我们的理性来了解 因为自然法就是根据理性来做的 所以我们依照那个理性的方法 来了解自然法 这样才能够创造好的这个宇宙 福尔泰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经常被人家引用 这句话 我把它抄在这里 用英文写了就很容易看到 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you have to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话 但是我事实 事实也要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这句话 我相信我们的年轻朋友 常常都会引用 而且都很喜欢 各位知道吗 这就是福尔泰最先讲出来的 其实福尔泰是一个 极恶如仇的政治 政治评论者 他在每篇的政论一定写下 当然用中文说了 打倒败类 他极恶如仇 但是他又求财若可 比如说福尔泰跟刚刚老师提到的 卢梭两个打笔战 他们打笔战不口出而言 于是卢梭批评福尔泰 福尔泰怎么回答 读了你的文章以后 我真想用四肢脚走路 就这样子 这个很高雅的讽刺 就不会口出而言 我觉得我们台湾政论界应该最多说 听你讲话 我真想用四肢脚走路 从摄影棚跑出去就好了 这样就减少暴力之气 你同意吧 我们在台湾的语言是不是太多霸凌的语言 你自己看这个节目是不是 来做一个思想史决策来做稍微检讨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改进之处 语言的霸凌 对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上一次曾经谈过所谓教养 一个有教养的人 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口不出而言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一个有教养的人 他就知道说在一个社会里头 有许多 我们说有许多这些规范在那里 那么这个规范到底轻重如何 有教养的人 加以把握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 因为我们听众里头也有很多人 对孔子也是很尊敬的说明可以讲 这个就叫做理 他跟法不完全相同 法律你可以讲说 理貌的理 理貌的理 对对 理貌的理 理结的理 理结的理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他必须要有那样子的涵养 那么他们像福尔泰 那么刚刚卢梭 那比如说二十世纪 有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 就是柏林 叫埃塞博林 柏林跟这个大诗人 这个埃略特 他们两个人 哇这个争论很厉害 但是有一次 埃略特就上风 柏林就跟他讲说 我承认 说我说输你了 然后他跟朋友讲说 哇他的英文就是比我好 因为这个柏林 他原来是从奥地利来的 那么英文当然已经是非常好了 不过埃略特大概略胜一筹 所以呢他们辩论 无损他们的这个友谊 因为高人过招 就是这个样子 我向观众朋友回复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五 文艺福星谈 绅士跟俗女 有一位 其实他是女性观众 他说 胡先生 能不能再强调 绅士俗女交易的时候 要告诉这些绅士们 Lady First 什么叫Lady First 就从进入电梯开始 完全同意 我只要进电梯 看到哪个男士就冲出去 大红人说 你又没有卫生 女士先行 我从电梯进出就知道 这个人没有素养 同意吧 非常同意 为什么Lady First 这个生俗女交易很重要 对 现在有时候在美国 如果讲什么Lady First 有时候 那个俗女们不太高兴 因为 这样走 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跟你是一样平等的 如果你先走在前面 那就你走在前面 我讲个小故事 当然那个 宏奇教授上我的 另外一个广播节目 我送到电梯口 他说在美国社会 会送到电梯口 已经不多了 在欧洲社会 香港社会有 这样是吗 送到电梯口 是基本的礼貌不是吗 我1991年 那么回到美国去教书 从香港回到美国 在香港 我都是一定要打领带的 每天去上课 这个是要像个英国绅士 然后穿着很整齐 那么如果有人来看我 到办公室来看 看完了以后 我一定要送他到办公室的门口 才让他走 有时候还到走廊尾巴 在门口才出去 那么我到了美国 以后不久我一个同事 就跟我讲说 我们现在给你一个封号 你是我们历史系 穿着最整级的男士的教授 可见这个美国穿着 也不再讲究这个东西了 大家都不打领带 我今天还问我太太说 我要不要打领带 她说你已经过了 不打领带的年纪了 所以现在不是你看 有时候也不打领带吗 然后我总是要把人送到门口 结果那个时候 我一个同事 他说 我们历史系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 每一次都要把我们送到门口 所以有时候也的确有这个改变 但是教养是很重要 它保持在你能够让人家感觉到 你是真的学术也好 为人谈吐也非常美好 能够有说服力 这个就是教养最真正具体的表现 它不在于说从外面打进来的时候 因为他非得要穿漂亮的衣服不可 因为他非得要做哪一些东西不可 而是发自内心 而自然地表现出来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王尔德这样说 你的夫人最喜欢引用王尔德 王尔德说 教养或身世 就从打领带也没有方正开始 观众可以检验我 我一定打得非常整齐 注意领带一定要打整齐 不要歪歪的 我以前在当预备军官的时候 我当汽车排长 哪个兵的车 排整齐洗干净就教养 就看出来 这品质 非常准 请记得王尔德的话 教养身世 就从领带也没有打正开始 你看洪尔教授打得很正 太太监督有功 夫人监督有功 他的夫人也引用王尔德一句话 当男人不羡慕穿军装的时候 就是和平的开始 讲很棒 不是还更好 他说当女人不再羡慕穿军装的男人的时候 那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你是me too me too 报告我 我是me three 回到主题 因为还有两个重要思想家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还是要介绍 请 对 好的 我想启蒙时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他们是相信人类 是会往前进步的 文明历史都往前进步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西方 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观念 是往前的 是直线的 是走向一个最终 这个上帝来到世界的这个时代 那么他并不一定说 那个时候都是好了 因为有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可是到了他们的时候就修订 他说我们在地上要创造一个地上的王国 这个王国会在时间的末了呈现出来 那么时间的末了是一个复杂的观念 我们不讲它 不过就是说我们的历史是不断地在往前进步 那么当时候有许多 特别是学数学的 像这个龚多赛 或者是这个 他其实也是学数学 是学统计的 图哥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Dalembert 我刚刚讲了 他就是一个数学家 他们都觉得 你看科学不断在进步 他们是在科学革命的末端 所以他们都感受得到 科学带给人类的幸福 所以他们都相信 人类的历史会不断地往前进步 这种进步的观念一直影响到19世纪 使得他们有很大的信心 那么而且相信所有国家的历史 先后虽然不同 都会走向相同的完美的结局 那么这个结局 很多人当时像龚多赛 还有一个发现也清晰的 这个拉瓦系 拉瓦系 他们都相信 就是说我们法国大革命 就是开始 就是要进入最后时代的开始 那个龚多赛跟这个拉瓦系都一样 那么我提拉瓦系 等一下讲一下 那么这个 龚多赛呢 他因为是个贵族 所以呢 他就相信说法国大革命好了 结果因为是贵族 就给抓去了 那么关在牢里头了 关了一年多 在这一年多 他写了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素描 那他充满了这个乐观的这个期待 相信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个时代了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 那我们就要进入最完美的世界了 那么他出来以后呢 就被抓 那抓了以后呢 就被上断头台 给砍头死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刺 所以呢 有时候报名 有时候这些 这个声音喊得很大 而没有真正思考的人 这些人呢 带给人类文明的这个破坏也很严重 拉瓦系是一个科学家 那么他呢 发现了清晰 你想想看 这是多不得了的事情 结果他也被抓去 然后被送上断头台 那他就很不甘愿 他就说 难道我们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吗 结果那个法官说 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送出去 砍头 所以这个是一种悲剧 有时候把很高贵的理念呢 你送给一个没有真正完全了解的人 那么太期望他们会替你 这个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呢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些图歌啦 这个达勒布尔特 还有广多赛呢 是代表当时候的这个进步的观念 然后进步的观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叫做内心 内心呢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又是一个剧作家 那么这个呢 他相信说在人们在诗歌啦 艺术啦 这方面的进步也会促成道德的进步 我觉得烈心也是非常好 那真的是像个德国人 如果不当牧师就当音乐家 这是个烈心 所以是这个情形 那么另外呢 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自由还包括经济的自由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我们马克思是要把所有的无产阶级都找来 把这个有产阶级推翻 那这个是激烈的手段 可是亚当斯密他是相信我们的经济呢 只要能够合乎自由的这个信念 他自自然然的会调和这个经济的活动 使得他不断的再往前进步 事实上我昨天也听到张中某先生讲 说不要政府太干涉这个经济 就是亚当斯密的这种想法 政府不要太过分的干涉 那么经济自然会调适他自己 在人们追求经济的自由的过程当中 反而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来 请看 我是有预感 他会谈张中某先生说的 加薪属于自由市场机制 我跟宏奇教授所见列统没有套招 好 来 继续说 是 是 是 对 对 所以这个进步的观念一直一直到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 那么他们就开始感觉到说 难道真的都是会往前进步吗 所以开始有一些怀疑 然后当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叫史宾格勒 史宾格勒写了一个西方的没落 那么这本书我想我们许多年轻的学子也都听过 学生都听过 这本书代表了这个启蒙运动过分乐观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那里头他也是谈到了 就是说事实上各个文化有不同的命运 不能把它们当作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个 但这个史宾格勒他的这个书虽然产生影响 并没有使得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许多重要的观念 包括刚刚讲的威马 他们这个那样的文化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那么在今天透过像我们的老师 我的老师 彼得盖一他们 我们还是能够回去想象那个威马的文化 那么他是代表的这种启蒙的思想 最后我倒是想让各位看这两张图片 各位一定会想说 那到底这些重要的观念在哪里发展出来的呢 我要在这里跟各位讲并不是在大学里头 大学在那个时候反而是落伍了 反而赶不上时代 常常是一些所谓读书的人 会思考的人 他们经常聚会 经常聚会 然后在聚会当中用各样不同的思想来交流 那么当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白亦尔 叫做皮尔贝尔那皮尔贝尔创造了 用法文创造的一个字 这里有用英文或者中文 但他就用法文了 那叫做文人的共和国 我相信现在只要去买书的人都知道 这个名词文人的共和国 就是贝尔 第一个讲出来的 那么他所代表的就是说 我们知识人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 然后他们最喜欢在什么地方聚会呢 因为刚刚这个胡仙提到 这个妇女也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必须要在这里讲 像刚刚讲的拉瓦西她的太太 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 帮忙拉瓦西很多 你问名字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还有福尔泰她太太 她的情妇也是个很好的这个思想家 那么这个 我说也一样 对 所以她这个帮忙福尔泰非常的多 那这些妇女们往往主持沙龙 往往主持沙龙 记得很多人 大家在那里听音乐 谈话 然后创造出很多重要的事项 我们今天还福音的重要的事项 好 这就是启蒙运动 沙龙 民事新闻大解读 就是沙龙 我们做这个事而已 想玩一样 这是一个读书共和国 文人共和国 我希望大家 重新来什么叫启蒙运动 也就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者 我们的企业家 我就提供三本书 一定要读哦 启蒙运动 刚刚红旗教授做的导读了 买这本书来看 第二本我非常佩服这个彼得盖伊 他继续探讨波特莱尔以来的现代主义 台湾当代的后现代主义 那代的现代主义 当然我们也希望 大家还是读这最浅显最好一本 威马文化 威马文化 一位红旗教授的 领书上一位江教授说 胡中信在政论节目 有技巧的卖书 我一点技巧都没有 我公然卖书 而且主张大家买书 对对对 我送这句话给 所有的观众朋友 尼克森总统说的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人 但他讲得很好 A great reader is a great leader 好的阅读者才能成为伟大的领导者 我们希望我们的 透过这个很重要的对谈 请教 好的领导者 必须建立能文素养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观念革命的基础上 今天是宗教改革以后的 第二讲叫启蒙运动 下一讲文艺复兴 感谢洪旗教授 我想我们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 就是最好的 流动的饗宴 或者是最好的 柏拉图说的精神的饗宴 谢谢洪旗教授 谢谢 感谢 谢谢 谢谢